羊子 文婉羊子 可是我覺得我要經過 整個徹底徹頭徹尾的洗禮跟改造 沒有 周園你會很難的你就整個 因為我過去旁邊那個人 是完全就是讓我覺得 就是他沒有 一點都沒有任何貢獻的 所以會導致我會導向 我就是要你要務實啊 你可以給我什麼啊 對 可是我們現在 對人要求過頭了 什麼意思 我們講潘旅鄧小嫻對不對 如果一個人非常會賺錢 他搞不好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管你 因為他的經歷已經用光了 反過來是你要伺候他 所以每一個人會找到自己的 他反過來他非常對你細心 非常有時間跟你在一起 除非他的錢是天上掉下來的 就是繼承來的 可是如果是這樣 那說不定有人 有人對他更細心跟那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沒辦法要求那麼多 享受當下很重要啊 那我只要10億的歐元 然後加上信息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 我不要95億的歐元 日本有一個節目 這樣算起來 可能你會得到的機會 可能是五千萬分之一 因為有10億的歐元的 全世界可能只有1萬個 然後這1萬個在台灣的呢 可能只剩下10個 這10個已經有結婚的 可能只剩下5個了 可能10個都結婚了 可是這10個裡面 而且這10個裡面 有5個老婆的已經有6個了 對 就是你這樣算到最後 你不知道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至少我不是說一定要10億 那只是個比喻 而是說他至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我不用吃得很好 然後我也不要說要大富大貴 但中間的平衡也不行嗎 文婉的論點 其實之前我曾經跟他聊過 我就有吐過他的槽 你知道嗎 其實文婉他有點 他省略了一些他沒講 其實文婉在講這句話之前 他先說 他說中博我告訴你 我其實現在什麼都不缺 我說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你又為什麼要在節目中說 如果你要找另一半 你對方一定要 約如果說 對對對 這政大哥跟我講過 那個政大哥跟美人姐他們逼我開的 好 那個什麼 好 那是逼 好 就算那是逼的 結果效果 但是你剛剛至少是肺腑之眼吧 你剛剛至少 剛剛你在跟他辯論的過程 不是 他講說 那個不是他真實想要素勢 他的意思是說 他標準沒有要那麼高 對 他只要十分之一就好了 可是你不能完全就是 每天跟我耍浪漫 然後摘花給我 然後插在這邊 沒有意義嘛 但是他有提 就他現在已經不在乎這個了 可是他剛剛不是這樣講的 他剛剛是講說 對方要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等等 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等等 那我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一件事 我說 那這個男的 既然你已經意識無缺 那這個男的 只要他能夠過好他自己 你就是 你不用花錢在這男的身上 可是這個男的 也願意為你做出 剛剛比方說 你說土耳其男會幹嘛 鋪在什麼 鋪床具 鋪床上面 或者是為你什麼獻話 我說這男的這樣做也不對嗎 他又沒有花你半毛錢 他自己自食其力 可是他還是願意為你奉獻這個 我覺得OK 那你是不是在這段時間內 有這樣一個人的陪伴 我的意思是說 那陪伴是OK 但是實質呢 我覺得我比較缺乏的是 我看不到一個男人 至少對我 我看很多男人對家裡 對太太是有責任感 責任感其實有時候要化為什麼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具體的東西 對 可能帶小孩 去什麼踏青 或幹嘛都不管 看小孩的功課 那都是具體 再來就是錢嘛 錢嘛 我覺得那不是多少的問題 你幫我說 我常常講 不是 我常常講說 你說他是不是鬼打牆 你確定不缺錢 我沒有鬼打牆 對方也不花你的錢 對方只想要為你付 其實很多女人 就在這邊繞的 對 他也表示了很多 不是 我跟你講 有很多的媽媽朋友 我覺得我跟他們非常 就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理解他們在想什麼 他說其實 譬如說 他現在一定有60歲 他有退休金了 他是收租婆 他要求說 他男朋友每個月 要給他2萬5到3萬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沒有啊 他覺得那是一種 責任的表現啊 你對我負責啊 那他陪伴你算不算 責任表現呢 他對羅曼蒂克 不是責任的表現 不是這個意思 廣才把那個路徑 重新理順一下 當你要這樣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要求其他人了 就是說我要這樣 那你能隔來的 就是我要他給我2萬5 那你就不可以要求其他 為什麼不可以 那你就最後你會得不到 我覺得幾率你會越來越低 我跟你要求2萬5 你就不可以跟我上 你就不願意跟我上床了 不是不是 沒有說不行的 什麼意思 這就是放下土刀 你就立立成佛啊 你就不懂啊 我覺得你太誇張了 可是廣才很多人 是被這些官員捆綁啊 為什麼男人負責任這麼難啊 不是 不是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這跟責任不關 他卡在哪裡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他文婉卡在說 我覺得一個男人負責任的表現 跟他在處理金錢的能力 跟大方或者是這個 這塊他是連結在一起了 比方美人姐 我再講一個最小的 比方說你跟這個男的在一起 他那每天經過你家的大門 經過管理室 他明知道那個貼了一個斗大的 那個說幾月幾號繳管理費 你覺得一個 比方說3000塊管理費 他走過去他視若無度 走過去了 這個男人 這個跟所謂的我要青菜要肉 那是我覺得不相干的 3000多塊為什麼 那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男的好怪喔 我覺得你們同居在一起的時候 比方這樣講的話 那如果這麼小的事情 你都不願意 你都另於說掏那個錢出來 那我不認為 你對我會責任感到什麼地方 你這個例子 如果說這個男的是這樣說 那這個男的當然不對 但我剛剛其實純粹想講的是說 這個男的 他財富狀的角色也OK 只是沒有你所想像中的 因為剛剛我們是從那個 然後再到剛剛鄭大哥講到說 曾經開條件是20萬嘛對不對 我是說這個標準可能也許 就會跟我們真正想要找到 一個羅曼蒂克的愛情 就劃下了一個 對 一個射線 你可能就淘汰了全台灣的20萬的男性 沒有沒有 我還是了解 我了解文婉講 我了解文婉講的話 譬如說 了解的請舉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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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了解他 但我們同情他 因為他卡在那裡 就跟 你知道這個人出什麼事 他就一直在那轉啊 我跟你講 我有跟一個男的同居 他是兩個都是已經離過婚的 所以同居的時候就很自由 各自有各自的住宅 他如果你要來 今天來要在這邊OK 可是那個男的就還滿貼心的 他所有的帳單都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他每個月都抽出幾張比較大的 幫他付掉 他沒有給他錢 但是那個就是說 我覺得我能力範圍內 我幫你付掉這個東西 有心 我是有心 我不是說我要給你錢什麼東西 你看 老師你講 等一下 我再插播 你知道嗎 我一個女朋友他說 他後來就一直是他的男朋友 就是那個管理費不繳的 管理費不繳的 好 他想說奇怪 你是看不到那個 貼那麼大的告示嗎 OK 他就試著把他們家的水電的帳單 就擺在桌上 你知道嗎 真的擺一個禮拜 連動都沒有動 你知道貼心的男人是什麼 你隨便 那要不要我幫你去繳一下 才多少錢啊 幾千塊的東西 可是你令於開口 令於把它拿去繳 這就讓 我還是要回饋到 你有責任感嗎 沒有嗎 你也來這邊吹冷氣啊 你也來這邊上廁所啊 好水啊 說不通嘛 我們把金錢跟愛情 就是絲絲綁在一起 然後我要再講的是說 他沒有那個付錢的時候 不一定是沒有責任感 因為男人有時候 沒有那麼仔細 有時候你要跟男人 是要實話實講說 管理費是你要繳 那他可能就去繳了 這樣就更那個 不是不是 你可以跟男生說 老公 我那個套裝 你明天要幫我拿去洗衣店 我後天要 下禮拜要穿 你一定要拿去 他就去拿 你不能跟他晚上說 都沒有人愛我 他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女生喜歡說 我給你一點暗示 你可以得到什麼 可是實際上 女生的腦跟男人的腦 是不一樣的 女人腦的是 左腦右腦 他那個平直體 就是這個橋比較厚 所以他情緒跟那個邏輯 可以平衡 男人不是喔 男人是非常專注 他沒有辦法 這個怎麼講 這個兩邊達到這麼好平衡 反過來一個男人 比較浪漫的時候 就右腦比較強的時候 他左腦 可能也沒那麼大管理 我的意思說 Bob Dylan 怎麼會去付帳單呢 可是如果你能跟天才在一起 這是你的人生 我現在講的說 誰要跟天才在一起做 我願意為Bob Dylan付帳單 對 想到Bob Dylan了 你們真是太屌了 你跟Picasso在一起 你怎麼可以要求他去洗地呢 我現在講的意思說 看你要什麼 你不可以又想要Picasso 又想要一個公務員 每天幫你講帳單 前面有幾個你說的天才 不 老實講我是這樣講 反過來你不欣賞他 不是說他是不是真的天才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當你帳單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很自然就說 你看 我這個月的帳單這樣 我這個比較大條這樣 講了 可是我跟你講廣采 如果是這麼強烈的對比 我們也知道我們要了什麼 可是我們人世間 有幾個Picasso 我們遇到Mucasso Mucasso Mucasso又不付錢 然後還有 講得好 就是這樣 只要你卡在錢 太多 沒有卡 就是卡 你放不下圖刀 你就不會成熟 好老師我跟你說 那個感覺就是什麼 我跟你一起去吃飯 然後男生呢 那個帳單在那邊 後來突然講說 我肚子痛了 結果一去再也沒有出來過了 等一下 結果那個人家已經要打烊 那當然嘛 這就是男生 這當然是我我也不要 那你是不是把那個 帳單拿起來去付 這個是一種禮貌 那這個其實帳單 比方說我剛剛講的 水電放在桌上 那是很明顯 你要女生講到這麼多白呢 讓我說句話好不好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知道 我們開口音 等一下回來一定要讓我講 再考一下 我們也沒有哪一個 這個禮貌 你說他 我說他要收過20萬 為什麼沒有說 他20萬都要交給我 對